第三四名的争夺赛,双方在慢棋和加赛快棋都下河了,这是超快棋,合棋黑胜,王天一采用飞向,孟城选择四脚炮,那这棋黑方正常是跳别马,但实战,孟城选择变招,跳正马,为了出棋不易。 这时,红方一般来讲会马八进七,但王天一也是不若俗套,套八平六,为了将来掩护左马盘河,以下出棋,跳马,黑方在挺七足,准备跳正马,那红方接走,拐脚马,也是针锋相对,黑方如随手马八进七, BOOM!兵归神速,利用黑马五根,打通三路线,下一步马七进六,打黑炮,红方主动,回到实战,孟城当然没有跳马,先飞向,巩固阵型,那王天一按照原定计划,平鞠,当然现在区别是,黑方不用跳马,实战孟城选择,巡和鞠,那红方如果 冰三进一,黑方就可以跳拐脚马,利用先七后取,抢先出鞠,黑方完全可以抗衡,所以实战,王天一先出鞠腰队,试探黑方的应手,如果一心求稳,对鞠,虽然简化,但红方准备冰三进一,将来马八进七,马七进六,可以扩大先手,所以实战,孟城选择平鞠捉马, 针对拐脚马的弱点,红方进去保住,比较含蓄,准备马七进六咬鞠,然后司机马踩足,或者打黑炮,但黑方不为所动,跳拐脚马,先保住中足,再司机对兵活马,或者平炮打马,那红方赶紧跳马咬鞠,黑方进去捉马,来到一个关键点, 红方比较简明的走法,是对调黑炮,黑方如果马踩炮,红方马踩中足,当然高手下棋,炮一般不会轻发,但这步是为了引离黑炮,在马六进七,那下一步兵三进一,争取对调黑鞠,红方多一个七路兵, 而且比如说,将来可以平炮针对黑方的三路马,但实战当中呢,黄天一选择直接马六进七,却低估了黑方一招平炮打马的先手,因为红马却不好动, 也由此可见,之前要先对调黑炮的微妙之初吧,实战黑方王天一,也不愿意退马,他选择平炮,为了引离黑方,为了引诱黑方,炮打马,再炮而平四,捉死黑炮,先弃后取,但实战, 孟城当然没有上当,他先出局,下一步威胁炮打马了,王天一无奈,鞠三进一,守住,但孟城一不做,二不休,抱,见缝插针,准备鞠饼,捉红马, 红方却不好进鞠捉炮,否则进炮打鞠,黑方有得子的手段,就算跳马,红方也是攻盘, 回到实战,王天一选择退马,那黑方大胆鞠吃兵,虽然行程鞠炮易于险地,随时马三,但黑方随时有马三进四,或者鞠八进五,可以打开局面, 那红方只好先平炮打马,黑方果断跃马盘合,捉马,那不怕红方炮打马,交换, 因为以后红炮也会脱根,少了弹子炮,实战,马八进九,马六进四,跑七平六, 匕首,引六黑方,马踩中兵,然后,boom,破释,再踩黑马,但红方想得美, 因为实战,孟臣也看到了,选择连环马,是比较稳健的走法, 那红方,巧手进炮,打马,也是为了打破僵局, 那黑方,合骑就赢,选择交换,再平鞠捉马,比较简明, 但王天一也不是等闲之辈,boom,暂时可以解围, 因为黑方如随手鞠吃马,交换之后,红方鞠马炮反而优势, 我们回到实战,孟臣当然没有吃马,他先不是, 那局面至此,黑方还是可以满意, 但红方最后的希望,应该是要把鞭马投入战斗, 准备马八进六,等于逼黑方鞠吃马,交换, 那黑方虽然子力灵活,但红方多两个兵,还可以纠缠, 比如说黑方挺编足,那抱,先气后取, 红方反而斩油,我们回到实战, 王天一走不出退马,时间紧张确实很难, 他选择一步平鞠做炮,却是一步软手, 黑方炮四平二,威胁炮二进而,打鞠, 红方平炮,黑方再平炮,还是要进炮, 那红方却不好跳马,否则鞠砍底势, 底下炮八平七,炮三平二, 红方无奈,平鞠做炮, 黑方平炮,红方平鞠,黑方再平炮, 这里双方循环了一阵子,为了凑一点时间, 但最后王天一当然只能变招, 炮七进四,打马, 那这时黑方如果进炮打鞠, 那红方的如意算盘就是退鞠, 交换之后,这起红方还完全可下, 但实战,蒙成非常老练, 他先退炮打鞠, 那下一步才进炮打鞠, 要用一个过门的战术, 红方也不能炮换马, 否则红马将来会被打死, 另外如果说退鞠, 黑方可以考虑退马, 下一步鞠八进三或者成底鞠, 黑方也是大战优势, 那回到实战, 王天一心态已经崩溃, 选择炮七退五, 却导致速败, 黑方简单地进炮, 牵住红方的鞠马炮, 以下是六进五, 马六进八, 打死马, 同方白丢一子, 大势已去, 最后双方, 那局面至此, 黑方如果想引起, 可以考虑马八进六, 配合成底炮在马六进四, 扑沃槽, 攻势凌利, 但实战蒙成索性, 鞠八平七, 对鞠简化, 那王天一只好同意合起, 由此, 孟臣获得第三名, 王天一第四, 我挖平六, 学梦辰, 这是, 你学我克星的招, 那怎么办, 那我就学, 我克星的克星的招, 你不知道我克星的克星, 把我的克星, 在决赛快起里边, 用这招给杀掉了, 我口齿不清, 我只能说清楚这几句话, 我克星的克星, 就没有我克星的克星的克星了, 就没有第三个克星了, 因为他这次拿了两块金牌,